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今天是阿伯這服開服的第41天 那我們現在插一個張療 就可以把我們的張療上到實心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究竟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張療給他弄出來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張療上到實心之後 我們整體的戰力就可以得到一個大幅的提升 來 各位觀眾氣再來張療 該出貨了吧 該出貨一下了吧 張療來一個就好 張療不要求太多 靠腰小喬 張療怎麼難抽啊 來 單抽出奇蹟 這本來也只能單抽啊 是不是 來 張療 張療來了 靠腰啊 唉呀 太無情了吧 聽老師欸 185招賢 來直接去賢買了啦 沒關係 我們這邊還可以武將轉換一下 來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把這個張療轉出來 各位觀眾 氣再來不 不蹲了啦 國家 我們轉誰 我們轉誰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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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點怪怪的欸 我許楚其實也沒有很多欸 嘿嘿嘿嘿嘿 那我們來轉個 轉個點位 來 各位觀眾 張療來了 不是張盒啦 是 張張 張療 呃 就差一個張療 拜託啦 就差一個張療而已 夏侯淵轉 張療 太難了吧 好 那我剛剛呢 又去換了這個肥料 我們再來轉一下 各位觀眾 張療來了 氣 再來 張療 還 來了 賣 沒有信心了 呵呵呵 judgement 抽到沒有信心了 怎麼辦 太扯了啦 張療啦 有沒有那麼難抽啊 魔流三刀 來個張療 我不要什麼神魔 來給我個張寮就好 甘寧 甘寧 一堆魔是怎樣啦 就已經說不要魔了 最後的機會 來 張寮 來了 靠腰 你這稀糟糕 看 淡鏡圓絕 天啊 張寮真的是太難搞了吧 我到現在開服好像抽幾隻啊 我看一下 我也才抽了一二三 四隻而已耶 才抽了四隻 淡鏡都還比較多 突然想要張寮 就變得好難抽 就抽不到了 怎麼辦呢 有沒有地方可以生張寮出來啊 這裡也不行啊 這邊真的很可惜耶 對不對 那邊如果可以生張寮出來多香啊 豈不是很香對不對 然後其他地方呢 也都沒有 沒有可以生張寮的地方 這裡還差 一萬多分 差好遠 這裡還要兩萬多分 嚴格來說是快要三萬分了 三萬分 哎呀 到底還有哪邊可以把張寮生出來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板留言 來跟阿貝做一個分享哦 好 再來呢 我們來去看一下 教場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邊 現在能打到哪裡 上一次呢 我們是可以 順利的月戰個一千萬 還算可以啦 但是呢 遇到一些 這個看有沒有機會遇 月一下 月一下 幸運 來 切一下哦 借我切一下 看起來好像很兇耶 我們來看一下他騎輸在什麼 第一個 第一個好像還好 第二個 那個 這個就還不錯啦 這個還不錯啊 對不對 好來囉 切一下看看 有沒有機會獲勝呢 那他是比較平均的來去提升他的等級哦 我是比較亂 OK 這邊定位到他的餘境 有沒有辦法把餘境給帶走 他也定位到我的餘境了 OK 看起來他的餘境目前比較危險 血量已經剩下一麥一麥了 來 這邊看起來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 暈到一個 沒有暈到 哇 這個蔡文姬的奶量 這蔡文姬還是那個蒸雞啊 蒸雞的奶量還蠻多的耶 對不對 奶了快要一半的血量 欸 怎麼不要打回來了 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剛那一回合居然沒做什麼事耶 OK 定位一下 定位一下 OK 哇 這邊是成功的 去把他的餘境給收掉了 非常非常關鍵 那現在他的章療也快要沒有了 有沒有辦法 OK 好危險喔 哇他是玩 權 權位耶 全部都是衛果耶 哇靠 來我們來看一下 雙方輸出的一個表現 他的餘境好像這傷害打不太出來 反倒是都靠他的許楚喔 然後他這邊是比較平均的來去提升他的等級 比較平均 那我覺得呢 也是平均上到11星就好 12星吃的這個肥料有點兇 要吃掉一個10星喔 還蠻貴的 還蠻貴的 好 我們再來往下面給他看下去 我們還有可以對到誰 這邊剛剛是幸運嘛 幸運他玩的是6位 這屬性加成很多耶 6位的一個屬性 屬性加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蓋吉 蓋吉呢 我們有一陣子幾乎都是打不贏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呢 有沒有辦法 打過他 我怎麼發現大家的星數都這麼高 可是戰力怎麼好像快跟我差不多了 發生什麼事情了 哇 定位錯誤 沒有定位到他的屬關 這邊靠我們的張寮看能不能順利的定位 定位一下 這邊是定位到魔女部去啦 他的魔女部比他的關羽的攻擊還要高 OK 現在來到第二回合 他的 張春華看起來好像好像已經 要沒了 趕快趕快 靠要沒有趕快收掉 就剩一滴血 還好他打我的 打我的魔田豐 不是神田豐 沒有打死耶 哇 哇我神田豐這麼硬喔 我神田豐擋了他的魔女部 加他的關羽耶 真的假的 太狂了吧 我來看一下我們整體的一個奶量 奶量呢 只有170萬好像好像沒有到這麼的理想對不對 只有奶了差不多200萬 哇哇直接把他的 直接把他的那個魔女部戳死耶 那現在看起來呢 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這個神田豐 非常非常的坦耶 對不對 坦掉他的鼠關 加他的那個 魔女部的攻勢耶 好扯喔 而且 本來血量就不多了 只剩半血了耶 還沒有被打死 接了兩招還沒有被打死 有沒有這麼硬啊 硬邦邦啊 不過呢 目前看起來 還不太確定說我們一定會贏喔 完了 我們的魚 魚鏡也沒了 他的 他的這個 許楚的這個 硬度 非常非常高啊 會不會我 四個人打他一個許楚打不贏 OK 三個人 嚴格來說 現在目前場上就剩三個人了 看起來我好像也沒有吃香啊 我也沒有比較吃香耶其實 哇操他的許楚太硬了吧 好像硬到一個很扯耶 來這血量趕快拿起來 拿起來 他這個是超級極限許楚是不是啊 怎麼可以硬到這個程度啊 哇 我的張療自己沒了 張應該打輸了吧 哇靠 怎麼沒有那個戰績可以看啊 超級極限許楚耶 我來看一下我來看一下 哇 我傻眼了 我們來看一下整體的表現好不好 一千六百多萬 硬到一個很誇張的程度耶 超級極限許楚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許楚的 裝備 OK這邊帶上了是生命套 生命加生命的這個 這叫什麼啊 他名字我都記不太清楚 然後穿的是全部五級套 居然沒有祝魂 居然沒有祝魂 然後這邊帶天命 治愈 然後 哇全部撐毯喔 還有受到傷害時 有40%反彈 40%的一個傷害 正極 堅毅正極 然後超級治愈 終極追殺 哇 哇 他玩的是一個超級坦的一個流派耶 超級反傷流耶 嘿很猛耶其實 對不對 然後每回合回8%的一個血量 我們來看一下他回了多少的一個血量好不好 喔 OMG 他回了1311萬 X2 X2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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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他的這個尋儲才是真正的極限尋儲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天賦是怎麼點的 生命生命屏障 免傷 快速癒合 各種都是回血的一個點法 OK 阿貝的許楚呢 已經調整完整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直接把他的戰魂 直接拉滿 然後呢 也給他帶上了治癒 但是我現在 治癒只有初級 好後悔哦 我之前把一個高級治癒洗掉 超級後悔的 然後呢 我們的天賦也做了滿大的改變 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現在呢 主要去針對防禦的部分 玩極限許楚 又硬又臭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集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呢 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季再見 掰掰